这男人是个女巫 眼下要拿女儿当作祭品 先是把人强行塞进了罐子里 还搬了块石头压在上面 可是女儿的哭喊声实在是太大了 于是男人就找来乐管队 顿时就盖住了女儿的声音 她还开始跳起了广播体操 只是这姿势不太雅观 周围瞬间狂风四起 别说这个女巫还是有点法力的 但是不多 眼下就跟重鞋似的 男人一把扫开了眼前的桌子 一头栽在了满是血污的镜子上 也是从这时起 村里的人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了 几十年后 一辆汽车行驶在漆黑的道路上 车上的人还在争吵着 却突然撞到了一条狗 男人将狗丢进了后备箱 里面竟然还有个女人 原来女人是他妻子 此行的目的就是杀妻抛尸 男人把车开进山里 选中了几十年前祭祀的山洞 他撬开了这里的一道墙 将里面的黄绳扯了出来 却没注意随之掉落的还有几道黄符 他将尸体塞进了洞口 又用砖头堵了起来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身后却突然传来妻子的声音 两人感到十分诧异 因为妻子明明就已经死亡了 诡异的现象使男人再次折返 他小心翼翼地取下一块钻头 里面的声音更加清晰了 只是声音变得鱼龙混杂 竟然还有一道自己的声音 这可把男人吓得跌坐在地板上 灯都没拿就直接跑了 等到了第二天 一对姐弟来到了山洞前 寻找走丢的狗狗 此时墙上已经出现一个缺口 姐姐壮着胆子 将身子探了进去 里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 他掏出手机打开了手电 打量着里面情况 可是手机铃声却在此时响起 女孩急忙关掉闹钟 弟弟愣愣地站在外面 还好姐姐及时地跑了出来 他们找到来了邻居小帅小美 小帅正打量着里面的情况 小美却注意到一旁的亭子 这里有个奇怪的镜子 上面裹满了胶布 小美随意地撕开了中间一小块 却从镜子看到后方有个女孩 小帅此时来到里面 镜头却是一扇铁门 为防止意外 小帅先是打了声招呼 见到无人应答 里面传来一声巨响 小帅搁放手电 卯足力气拉开铁门 手电被巨大的惯性打翻在地 就在小帅准备上前查看时 一个女人却扑隆了过来 只见她眼睛心红 口吐白沫 还在不断地流血 很快警察赶到了山里 他们封锁了现场 却唯独找不到小美口中的小女孩 等到了夜晚 小美被一阵敲门声吸引 原来正是半天的小女孩 她浑身脏兮兮地站在了门口 小美不忍心看她这般 就将她带进了屋子 正准备帮她每每搭洗个澡时 却无意发现了女孩的秘密 女孩脱去外套 衣服之下早已变体鳞伤 竟然已经找不到一处 完好无损的皮肤了 小美此时大为震惊 同样作为家长 她实在想不出来 为什么能下如此狠手 她小心翼翼地帮女孩擦拭着身体 尽管动作一再地放轻 可是触碰伤口 女孩还是不由地缩索 不过痛归痛 女孩并没有吭声 想必是已经习以为常了 她任由小美擦拭着 懂事地叫人十分心疼 原来的衣服自然是没法穿了 而自己女儿的衣服又太大了 小美来到仓库 想找找有没有合适的旧衣服 无意找到了儿子的包裹 原来小美有个儿子 一次外出时将她交给奶奶照顾 由于奶奶患有老年痴呆 等到小美回来时儿子已经不见了 从此成了她挥之不去的痛 她将儿子的衣服拿给女孩 竟然意外地合身 等到了第二天 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首先是夫妻俩的眼睛 都有些看不太清楚东西了 门外一阵铃铛声音响起 夫妻俩追出来时 发现是个瞎子婆婆 小美热情地打了个招呼 婆婆却摸上了她的脸 并且喃喃自语着 随后便落荒而逃了 奶奶的房间有面奇怪的镜子 上面裹满了胶布 只是中间露出了一小部分 等到了晚上的时候 而就是这一部分镜子 里面隐约有什么东西在窜动 更是一直发出声音 不断地在蛊惑着奶奶 最终奶奶还是走出了家门 等到了第二天 小帅来到房间时 并没有找到奶奶的身影 而是发现了那面诡异的镜子 等到凑近一看 镜子竟然留下了不明液体 小帅伸手想要擦拭 却发现液体仿佛从里面留下 怎么也擦拭不掉 小帅当机立断 撕掉了镜子上的胶布 却眼前的一幕彻底惊呆了 镜子上赫然出现一对手印 等到了晚上 小美已经联系不到小帅了 一起失踪的还有女孩 就在小美出来寻找的时候 却意外遇到瞎眼婆婆 她将一切原委告诉了小美 原来当地有种传说的鬼 叫做仿生灵 她能模仿人生 并且蛊惑人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有个女巫搬到了这里 并且开始祭拜仿生灵 原本她是个碌碌无为的巫师 直到祭拜仿生灵之后 她开始也能够进行通灵 然而还是被侵占了神志 在仿生灵的控制下 女巫和她的女儿 一起被献祭给了仿生灵 那个神秘的山洞 正是当年献祭的地方 而巫师的女儿 就是一直留宿在小美家的女孩 眼下小帅的失踪 很有可能被带回了山洞当作祭品 婆婆给了小美一个法器 上面布满了铃铛 这个法器能够抵御仿生灵的入侵 此时房间里的铃铛响起 婆婆让小美赶快离开 因为她家里的女儿就要出事了 女孩躲在门后瑟瑟发抖 可突然 这可把女孩吓得不轻 怪手还在不断地扑绷着 她赶忙钻进狗窝里 缩在狗子后面瑟瑟发抖 女孩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就是半夜想上的厕所 却看到卫生间的灯还亮着 里面还传来一阵声响 可是明明父母都不在家里 女孩咽了咽口水 不断地向门口靠近 都说没有受过惊吓的童年 是不完整的 眼前的一幕 很好地给她弥补了遗憾 这情况谁见了都得跑 女孩就冒着大雨 跑到了另一间屋子 可是怪物还是跟了过来 没办法只能跟自家的狗子挤一挤 就在以为女孩要遭殃的时候 来人却是一个小女孩 她并没有伤害女孩 反而在不断地安慰她 等到小美赶回了家里 发现了卫生间诡异的景象 她更加担心女儿的下落了 疯了室的四处寻找 她拨通了女儿的手机 声音从柜子里响起 小美打开柜子 发现女儿跟小女孩待在一起 女儿告诉小美 是女孩救了她一命 小美安顿好女儿 告诉她无论听到谁的声音 都不要轻易开门 随后将婆婆留下的法器 绑在了门口 自己则跟女孩出门 寻找自己的丈夫和奶奶 她们来到山洞里 打开那扇门后 发现一条通往地下的楼梯 她们小心翼翼地探索着 小美的视力却愈加地模糊 身后却突然传来儿子的声音 可儿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小美死死地盯着后方 一阵脚步声传来 她们跑到一个洞口处 女孩率先钻了过去 小美却在这事卡在了中间 就在她费力挣扎的时候 女儿的声音却在后面响起 千钧一发之际 小美钻了过来 才没被抓住 女巫眼见过不来 缓缓地退了出去 下一刻 小美旁边的镜子 却伸出一只手抓住了她 小美赶忙挣脱 带着女孩离开了这里 却来到一个满是镜子房间 一时间各种声音袭来 全都是在指责小美 没有看管好自己的儿子 才会让她走丢的 小美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整个人被负罪感充斥着 丝毫没有注意到 自己背靠着一面镜子 而里面悄然伸出一双手 正是之前的女巫 她还在不断地蛊惑着小美 缓缓地想要把她拉进镜子里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小帅冲了出来 抄起钢管砸向了镜子 房间里的镜子纷纷跟着碎裂 没有了完整的镜子 女巫就不能通过镜子出来作恶了 此时小帅告诉她 自己是从上方的洞口掉下来的 而现在她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 要小美沿着洞口爬出去求救 小美费劲地往上爬 一步小心脚底一滑 一只手搭在了墙壁上 整个人摇摇欲坠 眼看快要支撑不住了 一只手及时地抓住了小美 小美急忙挣脱 又重新掉回了洞里 上方的石子滚落 是女巫准备下来了 夫妻二人原路返回 小帅却在这时卡在了洞口 小美一把把她拽了过来 才没被女巫给抓到 而女巫就这么被卡在了洞口 小帅则趁机带着小美出去 把女孩留在了原地 好不容易回到了楼梯处 就在即将出去的时候 耳盼尽传来了女孩的声音 小美实在不忍心丢下女孩一人 便让小帅先行出去 自己回头找到了女孩 小美最终还是将对儿子的愧疚 弥补在了女孩的身上 两人的身影也慢慢消失在了黑暗里 而她再也没弄出来了 电影《长山湖》 选择韩国的民间的神话传说 题材新颖 大小演员演技均在线 影片立足声音恐怖 却深度不足 视觉效果给人的恐怖感更大 声音视觉取舍的不平衡 导致了没有达到恐怖的效果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